今天在這個影片 你將會知道一些有趣的小一面試題目 嗨 大家好 我是希美Karen 其實所謂的有趣面試題目 就是一些對小朋友來說 比較有挑戰性的題目 這些有挑戰性的題目 簡單來說 是不可以直接想到辦法去做的 市面上也有很多類似的面試天書 現在就等我舉一個例子 其中一條在小一面試題就是這樣問 如果有個小朋友有十粒糖 如果十粒糖裡面每粒糖都有糖子的話 這個小朋友可以把糖子每兩粒糖子換到一粒糖 這個小朋友可以到最後吃到多少粒糖呢 好 這是小一面試題 相信看影片的你應該是家長來的 那我就給大家想 時間到了 好 開始了 答案是十九粒 怎麼樣 有沒有答中 如果你答中了就恭喜你 但如果你答不中的話 也不需要不開心 因為答不中是正常的 因為這些題目是不可以很直接找答案的 這些就是我們所說的解難題目 其實這些問題在日常生活裡面 看到的機會一點都不大 所以學校通常會問學生一些 都是偏向關於他們日常生活的情境問題 例如我曾經見過幾個有趣的題目就是這樣問 如果你不小心弄髒朋友的褲子 你會怎樣做 如果你和父母失散了 在街上你又可以怎樣做 其實老師問這些題目 都是想了解小朋友的性格 常識和理解能力 這些看下去好像很簡單的問題 其實已經包含了考驗小朋友的應變能力 邏輯思維和創意 所以父母可以經常在日常生活中 和小朋友練習 訓練他們的解難能力和創意思維 好 今次和大家分享了一些有趣的面試題目 大家喜歡的話就給我like和share給朋友 也歡迎大家留言和去我的網站 看有關教小朋友的資訊 下次我會跟大家分享一些家長怎樣問問題 才可以訓練到小朋友的解難技巧 大家記得留意